永承一时受小人陷害 连着永璇也坠马受伤 可他们毕竟是皇上的儿子 即便是腿受伤了 即便是恩宠不在 那也是奉死龙孙 嫔妃之中 家贵妃子嗣最多 也是叫人羡慕 但是话又说回来 永章敦厚有礼 永齐更是皇上的左膀右臂 身子应当如此 才是先祖的孝子贤孙 这想想圣祖的八阿哥九阿哥 因征帝位 被先帝薛绝捐尽 一个叫阿奇纳 一个叫塞思黑 极尽羞辱 哪里有半点儿 凤子龙孙的颜面 你们是拿圣祖八阿哥 允死于本宫的八阿哥比吗 家贵妃如此多心 是说皇上也会有这样的儿子吗 皇上的孩子自然不会如此 更何况臣妾的儿子 一个杭八一个杭四 也是占了运气的 太宗是皇八子登基 先帝是皇四子登基 皇上也是皇四子 即便是臣妾的儿子再不争气 有祖宗的福泽传承 怕也坏不到哪儿去 皇子们自然会受到 先祖福泽的庇佑 只是家贵妃 你去慎也 臣妾知道 皇上也会被判断 行了 今儿都散了吧 都回吧 娘娘 娘娘您怎么了 皇后娘娘 娘娘 今天没挪去园子避暑 怕是热着了您 朕已经吩咐过兵库了 您这儿的供应会足足的 不去园子里也好 不去园子里也好 车马折腾也麻烦 再则 在紫禁城里 横措和横提来看哀家 也方便 是啊 皇娘手抄的经文 儿子已经吩咐人 发散下去了 这是积德的好事 哀家抄抄经文 心里也安静 皇娘安心得一样天年 儿子自当孝养 皇上 皇后娘娘突然晕血 怎么说 皇帝不必问了 赶紧去瞧瞧 儿子先行告退 走 姐姐方才吓死我了 没想到是这样的好消息 娘娘 皇上到了 微臣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皇上 皇后怎么样了 归皇上 皇后娘娘是喜脉 以两月有余 真的 千真万确 只是这几日 暑热难当 皇后娘娘身孕体虚 再加上冻了气 才会悬晕 这几日需要静养 以保无余 太好了 江卫宾 务必让皇后好生调养 保皇后和龙胎万无一失 是 微臣正立下去准备 皇上 你说是不是锦四在天有灵 怕咱们嬉下寂寞 所以又投胎转世回来陪咱们了 是啊 一定是锦四想咱们了 所以又回来了 还好姐姐无事 若是姐姐或者肚中的孩子受到伤害 那么家贵妃就算死了万次 也难辞其咎 怎么 方才朕进来的时候 看到他们在外头 是不是家贵妃又冒犯了皇后啊 是家贵妃言语出阁 冒犯了祖先和皇上 姐姐替祖先和皇上主持 提点了家贵妃 才动了胎气 她说了什么 家贵妃究竟说了什么 是关皇子 臣妾亦为人母 不宜多言 但说无妨 这皇上都进去这么长时间了 还不出来 皇后娘娘 不会真的有什么事吧 皇后娘娘吉人天相 一定不会有事的 天气这么热 还要人在这儿等不久啊 皇后娘娘奉嫡为何 咱们交心不已 都是心甘情愿在这儿等消息的 家贵妃若是不耐烦 大可以自己先回去 反正皇上在里头 等会儿咱们禀告一声便是 话说皇后娘娘这身子也太娇弱了 只是悬晕而已 又未昏倒 何必兴师动众大惊小怪的呢 各位主久等了 皇后娘娘已经无碍 皇上请各位主殿内一坐 好 叫你们进来啊 是有一件喜事要告诉你们 皇后有喜了 恭喜皇上 恭喜皇后娘娘 都起来吧 坐 谢皇上 皇上 皇后娘娘奉体如何呀 臣妾们还等着给皇后娘娘 贺喜呢 皇后已无大碍 太医嘱咐皇后 卧床静养安胎 目前已经歇下了 那臣妾们就等皇后娘娘 奉体无余了 再向她请安道喜 只盼着皇后娘娘奉体安康 能再得嫡子 朕也盼着如此啊 如今中宫再度遇喜 朕心甚畏 目前宫中最要紧的事 就是皇后和龙胎的平安 是 贾贵妃 皇上 皇后遇喜 朕打算喜上天喜 你之前和朕提过 永城的婚事 朕想着 这永城年纪也不小了 是该找个好人家 你是永城的额娘 你有什么好的人选 可跟朕说说啊 多谢皇上为永城打算 臣妾 确有一何事人家 是何一亲王的次女 与散志大臣 扶僧额的格格 格格是皇室血缘 奉子龙孙 与永城最是般配 奉子龙孙 你倒是挺会替永城打算的 凡是往膏里盼着去 不枉费永城 杭八杭四的福气 祖宗庇佑的福责 皇上 是臣妾失言了 可臣妾并无其他意思 臣妾美常告诫永城 有先帝和皇上这样的榜样 驻狱在前 要他一定要用心为皇上做事 万不能辜负皇上 是吗 那前些日子御事使者来贺 说要让永城 为孝贤皇后的四子 也是要用心替朕做事 不叫朕失望吗 皇上 臣妾母族一心效忠 大惊于皇上 绝无二心 只是臣妾觉得 孝贤皇后身后 只有一个和静公主 而无二个成绩 而孝贤皇后生前 又极为喜爱永城 日日抱在跟前 所以 所以臣妾才这般说的 皇上 臣妾只是不明白 让四阿哥去做孝贤皇后的四子 岂不是让四阿哥 有了嫡出的名分 御事如此请求 到底所求为何呀 盈妃 你红口白鸭的污蔑什么 皇上 臣妾母族 对大清忠心耿耿 绝无他心啊 自从御事啊 提出这样的请求之后 朝廷可就不安宁了 一切有心之人 试图窥探朕义 说起早立太子之事 皇上正值春秋鼎盛 年富力强 何须早立太子 更何况自先帝起 即便有了合议的储君人选 也是放在正大光明匾额之后 待龙玉冰天之后方能开启 以免会出现圣祖时 九子夺嫡的惨状 说这话的人 岂非是在诅咒皇上 真是罪开万死 皇上 臣妾与母族绝无此意啊 绝无此意 那你们要永成初次为孝贤皇后的 四子是何意啊 杭八杭四之语又是何意啊 你要永成做孝贤皇后的四子 你也不问问孝贤皇后 在九泉之下是否会答应 皇上 这木兰为常之事之后 朕想着 永成应该不会做出这种 有逆人伦 谋害君父之事 可如今看来 有你这样的额娘 永成做出这种事情 这也不感到意外了 皇上 木兰为常 永成忠心舊负 你不能听信小人的谗言 冤枉了臣妾 冤枉了永成啊皇上 朕冤枉你们 是你们拿朕的命来算计 你是有皇子 那又如何 还敢三番两次在朕的后宫 兴风作浪 你是何举心啊 臣妾不堪兴风作浪 是皇上 是皇后 是他们害了臣妾的孩子 皇上 永成失宠 臣妾不敢有怨言 可永璇还想 他们怎么下得去手啊 于飞 永其嫉妒永成的宠爱 害得永成失宠 而后又去害永贤 你敢说这些不是你们做的吗 你敢发誓不是吗 苍天在上 我克里耶特海澜 若有心想害家贵妃之子 便不得好死 死后坠入阿比地狱 永世不得超生 你敢发誓吗 家贵妃 你口口声声说别人害你的孩子 那么你呢 你敢发誓吗 你敢发誓 你没有害死孝贤皇后母子 你没有害了皇后娘娘 五公主 六公主 没有害了我跟永其 这些你敢发誓吗 还有慧贤皇贵妃 梅贤 怡贤 阿若 这些人你全都没有害过的话 你就用你母族的荣耀 还有你孩子的性命发誓啊 五文 我发誓 皇上 家贵妃她不敢发誓 想必那些人 确实是她害的 法师啊 皇上 臣妾若有所为 必遭报应 什么报应你说清楚 誓言不读 奴役为证 不然这样 你跟我说 我金玉言 若有害过这些人 欲使必遭灭族 你这个贱人 我金玉言和我的孩子 不得好死 你竟敢诅咒我们母子 你是个什么东西 还看王海镇的皇寺 霍乱镇的后宫 皇上 听清楚了 永远被向永城 继承者的江山 听明白了没有 娘娘 皇上如此动怒 要不要去劝劝 皇上 对金玉言母子早有疑心 尤其是木兰为常的事 让皇上情世难安 武经不过是一病发作了 全是全不了了 李玉 奴才在 传着旨意 封永城为贝勒 取和朔阿妇扶僧 扶僧俄之女为嫡妇禁 这儿 皇上 为何还要随了她的心愿 今日起 永城出寺 为吕亲王之后 从此以后 朕再也没有这种 不出不孝的孩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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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不能 皇上要装心天儿 你不能了 皇上 皇上 您不能不要装成 您可以不要成 您不能不要装成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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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上辛苦